哈喽大家好我是维家 为什么说华强北的背包客 马上就要面对黑暗的时刻了呢 华强北最近又有大动作了 维家今天下午去到了市场 发现整个市场基本没有一家档口开档 连卖配件的卖屏幕的 包括做维修的档口也没有开档 之前维家有说过最近一段时间 由于口罩的原因 很多机器没有到货 再加上汇率的原因 就算货过来了 它的成本也是非常的高的 加上最近几个月 飞扬市场一直在查货 导致市场档口老板人心惶惶 既然没有到新货 很多档口老板的索性就不开档了 之前一段时间 好歹有五成的档口 还是坚持在开档了 但是从上周开始 飞扬市场就经常性到下午六七点 才有零零散散的一些档口老板上班 但是今天下午一到市场就发现 连一个上班的档口都没有 维家第一时间 联系一些比较熟悉的档口 了解了一下情况 大概就是说 最近上面只是从今天开始 在飞扬市场内做外版的机器的档口 不管是有所还是无所 都需要提供发票和正规购买凭证 才可以开档口销售机器 否则查一家抓一家罚一家 可以说这个规定一旦确证实施的话 飞扬市场内做外版机器的 所有的档口和销售外版机器的背包客和平台 都没有办法继续经营下去了 因为不管是发票还是购买评价 基本没有一家档口可以提供的出来 至于什么原因呢 各位懂的都懂 咱们单单的说一个购物凭证 对一个二手产品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个人回收或者是平台回收的时候 都不会刻意的去要求卖家提供购物凭证 而市场那天做配件的档口和做维修的档口 这表示市场也要求他们不能开档休息几天 应该也是有所担心被牵连到 也不知道这个规定是持续性的还是暂时性的 如果说这个规定确定下来是持续性的 那么很有可能火爆那么多年的 华强北飞扬市场也要面临的转型 许多背包客或者二手手机平台的商家 也可能要面临转行 毕竟最近两年由于口罩的原因 二手手机到货本身就少 价位还不低 消费人群也是越来越少了 而资源机的名声又坏了 当背包客因为正常二手手机缺货 推荐资源机和权益机 懂一点点的消费人基本上都会拒绝 再加上618又刚刚过完 苹果后续又有高效优惠活动 后期还有双11双12这些平台优惠活动 老实说留给华强北的背包客和销售 二手手机这些平台的生存空间真的不多了 并且还是在这种狼多肉少的情况下 今天下午群里的背包客都炸开了锅 所有的背包客都在讨论是转行还是持续观望 毕竟大家也都知道 在深圳的消费水平 租金人工一点都不低 对于那些有资本有人脉的档口老板和背包客 他们肯定会选择持续观望 毕竟市场无法贸易 他们还能在家里 还能在办公室进行贸易 能影响他们的只不过是到货的量的大小和价格的高低罢了 但是对于那批刚刚毕业带着满腔热血和少有的积蓄 来到华强北打拼的小伙伴来说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和选择 至于后期华强北飞扬市场是怎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拭目以待 你也可以说一说你对华强北飞扬市场的一些看法 好了今天的视频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是维嘉